中国国务院侨办挂牌的休斯顿华星艺术团 今年主办2016国际时尚辣妈大赛 9月10号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宣布活动正式启动并开始接受报名 预计将于11月18号在Staff Center举行总决赛及颁奖典礼 发布会上国际辣妈大赛总策划陈铁梅 首先介绍这次活动规模 并感谢桥界社团及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休斯顿华星艺术团团长鲍林表示 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 激发出桥局地海外妇女的自信美及善良的内在 进而走上国际舞台宣扬中华文化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 至少有一半我们是妇女 而这些妇女她们的基本的责任 就是说她们是母亲 然后是妻子 但是不要忘了 她们还有一个自己的责任 她们有自己的身份 就是说她们是自己 这个自己怎么来展现 就是说不光是展现你的美丽 这个美丽不是说你的容颜是多么美丽 而是你的内心有多么丰富 内心有多么高的追求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参加这个喇嘛打赛 不是说光是去参加一个选秀赛 它就是一个展现你自己的平台 展现你的部分呢 我们首先让大家要说 我想通过这个活动 让你认识到你自己 你不光是一个妈妈 不光是一个女人 你而且是一个文化传播者 今年分成23到42岁的活力组 及43到62岁的优雅组进行评比 11月12号进行创意时尚组合 及礼服展示竞赛 11月18号则进行总决赛的起薄秀与颁奖典礼 评委将针对参赛者的才艺表现 底衣气质及服装搭配总和评分 这一次同时扩大赛区到明湖及达拉斯地区 预计将带来更多人潮 接下来报名参赛的辣妈将接受华星艺术专业团队 及效力模特学校的形体 舞蹈及优美仪态培训 帮助参赛者懂得如何让自己更美更亮丽 那么我们华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我们有很好的团长 我们有很好的执行人员 我们有很好的各个部分 就是我做艺术总监 还有公关人员 还有各个方面的配合 所以团队的力量是无限的 希望我们这次华星能把辣妈的这一次晚会 现在变成国际时尚辣妈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传承到丰国内的合作 传承到国际的这个范畴了 所以希望能把这台晚会做得更漂亮 我们都是传方面 传专业的来给辣妈大赛 就是打造这个辣妈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 最后站在舞台上 让你的先生 让你的家人 甚至让整个社会都会觉得 哇 就是加入了辣妈大赛 就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因为这是去年所有辣妈 几乎跟我说的同样一句话 艺术总监徐立同时提到 辣妈参赛不只是展现美丽外表 平时具备的丰富人生阅历及正面思维 更能充分呈现辣妈内心世界真诚的一面 因此今年选赛将增加自我介绍项目 作为一个母亲跟选美 跟年轻的小孩不一样了 她的生活阅历和她的很多 很多东西能复赴她很多思想 所以说这些东西 我认为本身从这个挖掘 她的这个回答问题也好 讲她自己的经历也好 和她的思想的分享 其实本身是我认为是一个辣的辣点 就是说她不完全是 就是外形的这种东西给予 那么自偷内心的 那么语言的表达呀 和她的阅历和她的以太 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想今年在这个比赛环节上面 我们会有点变化 发布会当天 她越赞助的好运地板 Danny Pan及颁奖晚会共同主席 美国青年大使基金会 Mary Lee分别上台致辞 表示国际时尚辣妈的活动 能提升海外华人生活品质 增进家庭和谐气氛 也符合了企业回会社会的宗旨 因此乐意挺身而出 支持这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这次国际时尚辣妈大赛 主办单位特地委托美术设计家 阮嘉宁设计标志 并于会中介绍标志的精神意义 展现出主办单位 对这一次活动的重视程度 帮我再来